在九合一大選之後 接下來就是下禮拜五的六都正副議長改選 民進黨將會祭出黨紀 希望拿下五都 從執政首長到議會的完全執政 而國民黨呢 則是鴨子滑水 目標是要力保三都來翻轉選情 其中呢 民進黨在高雄市跟台南市 議員席次都雙雙過半 目標是要取下正副議長完全執政權 而民進黨在新北市的議員席次 也同樣有壓倒性勝利 而在台北跟台中呢 藍綠議員的席次是幾乎打平的 那這兩都也都將會成為藍綠的關鍵二都